哈喽你好我是恩恩 欢迎来到我们爱情正能量的21个练习的第五天 今天的主题是列出你的理想情人特质 相信你想要吸引一段很美好的关系吧 我也相信你一定有梦想中的理想情人条件对吗 在前几天我们先释放过去的伤痛 放下我们的过去 现在我们可以用更清晰的状态来向宇宙下理想情人的订单咯 今天的练习是请列出你的理想情人的条件跟特质 无论是外在条件或是内在的条件通通都可以哦 比如说呢我的理想情人他的身高大概是多少 我的理想情人他很温柔或是他是什么样的穿着 他的个性是很独立有责任感吗 那他的长相呢是什么样子的呢 尽可能的写下来 想写什么就写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 详细的写下你的理想情人特质 越清楚你就才知道要带给你什么样的人哦 我们明天见拜拜 拜拜